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席 行政院苏院长跟各位官员 以及在场的各位同仁 大家早 从4月1号开始 政府成功地宣传了Taiwan Can Help 外交部在昨天宣布 启动第二波国际抗议的人道援助行动 昨天陈时中部长也表示 我们还是要争取参加WHA 台湾会凭实力去 而3月26号 美国的川普总统正式签署的台北法案 他在第四条中这么说着 美方应在适当的情况下 支持台湾成为所有不以主权 国家作为参与资格的国际组织会员 并在其他的适当组织中取得观察员的身份 姑且不论这份善意 最后能带给台湾什么 本席很能够体会台湾在国际参与上的困境 以及如何透过参与展现台湾的软实力 本席过去曾经在联合国的犯罪防治大会 人权大会 妇女地位会议 联合国大学以专家身份发表专题演讲 也被美国政府推荐给新加坡和日本 作为他们两国改善人口贩运问题的咨询顾问 2015年6月 本席海盗日联网参加国际劳工组织年会 当时联合国已经对台湾参与他们旗下的活动 紧缩得很厉害 但是我们几个NGO 还是在瑞士记者俱乐部开了研讨会 还做了线上的直播 那次我们不但见了ILO国际劳工组织的官员 还和国际移民组织的执行厂 与核心干部充分沟通 昨天蔡英文总统说 台湾从来没有因为无法参加国际组织 就减少对国际的支持 台湾的软实力 多年来透过NGO 在国际上发光发热 人到医疗救援 环保甚至是犯罪防治都受到国际的肯定 本席呼吁当前万不能自满于 捐口罩捐医疗物资 政府应该同时借重NGO的力量 共同展现台湾的软实力 加强证明台湾Can't Help 处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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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委员 接下来请陈玉珍委员发言 本席今天要利用这个国事论坛 在此很慎重的 也很慎重的恳求我们蔡英文总统 跟苏贞昌院长 武汉昨天已经解除封城了 那这些滞留在武汉的台湾同胞 他们已经被隔离了近80天 也已经做了相关的病毒 相关的测试 所以他们的身体健康应该是无余的 那现在滞留在这些武汉的同胞们 很多基本起所了解 很多包括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 有已经两个月没有做产检的高龄产妇 还有母亲已经过世 在今年3月3号过世 但是因为现在政府还没有谈好再一次的包机 所以没有办法回家奔伤的儿子 这个蔡英文总统昨天有说 这个台湾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 那在上一次的内包机里头 这些比较弱势的同胞们 因为可能身体比较虚弱 没有办法千里跋涉的 配合着我们的政府到上海去搭乘这个包机 那既然现今武汉已经封城 那这些滞留在武汉的台湾同胞 也口口声声的说 他们回来后一定会遵照政府这种 不管是隔离检疫或是集中隔离各种方式 那我在这里再次的恳求 苏贞昌院长 请用您的仁慈心想一想 如果您也是当事人 如果或者您是当事人的家属 没有办法 有小孩子没有办法回来练书 有人没有办法回来产检 有人没有办法回来奔上 在我们现在面临全球都是疫情严重期的情况下 我们也让是欧美回来的这些同胞可以自由 可以正常的回来 回来后大家一样做严格的检疫 一样严格的隔离 但今天我们国家 号称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华民国 还对这些同胞做助记 我想很多人还不一定很了解 这个助记就是不允许他们自由的返回国门 不允许他们自由的入境 本期在这里再次恳求蔡英文总统 再次恳求我们苏贞昌院长 即便我们跟中国的政府有再多的不相往来 有再多的没有办法谈成 毕竟这些滞留在海外的同胞是我们的果人 请不要再用政治方面 或者把他们当作人质的这些筹码来考量 尽快的如果没有办法 我们当然也希望赶快谈成包机 如果没有办法 那就尽快的解除他们的助记 真正达到蔡总统所说的 没有人可以受到启示 谢谢陈委员 接下来请洪孟凯委员发言 主席各位同仁 我们呼吁政府应该要公开口罩的数量 国人员外并重 我们说昨天千呼万患使出来 终于口罩实名制3.0可以上路了 14天国人可以买9片口罩 但是很可惜的是 即使大家不断的呼吁 最起码的给国人每个上班日 都有一片口罩做替换 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办法做到 而本席从2月开始跟我们相关部会要资料 到底我们一天国内口罩的产人有多少 分配了多少 大家平均到民众消费者的手上 可以购买多少 到目前为止 还是没有办法获得详细的资料 所以我们要说口罩 现在一方面 政府告诉我们 产量已经从几百万 到一天可以1300万 一天五百万 1500万了 但另外一方面 为什么我们国人2300万的台湾同胞 14天里面要买10片口罩 还是遥遥无及 还是没有办法获得 中间的落差到底在哪里 这难道不会有黑数的概念吗 第二个部分 政府一方面 要求民众持续在街头排队买口罩 或是利用相关的物流来预定口罩 但另外一方面 又告诉民众 又教导民众 可以在家增口罩 在场的行政官员们 大家扪心自问 我们到底有多少人 有站在街头上买过口罩的 大家口上现在戴这个口罩 是有多少是自己去排队购买的 还是是用增口罩的方式 重复使用的 也因此如果说我们行政官员们 大家都不能苦民所苦的情况下 何苦让我们的台湾2300万人 都要用这样的方式 持续的没有办法使用到足够的口罩呢 最后身为地球村的议员 雪中送炭 过去台湾在任何的国际重大的灾难也好 或是天灾人祸也罢从来没有缺席 这次也不要例外 但是政府在抗人民之凯的时候 没有完整公告 每日的口罩生产分配数量 与其解释政府不会按扛滥用 为什么就不能好好的跟国人交代清楚 到底口罩的数据跟流向呢 所以我们要说 我们不反对口罩外交的雪中送炭 但请告诉国人 我们自家的炭火是不是真的足够 人民要知道 政府是不是真的能做好事情 谢谢红委员 接下来请李贵敏委员发言 主席 立院同仁以及媒体朋友们 大家早安 大家好 还记得疫情发生的时候 院长信誓旦旦的说 台湾的口罩一定过 一定足够 可是到昨天为止 我们台湾民众 一点点微薄的要求 也就是每天有一个口罩 这样的一个心愿 都不能够达成 轻忽是行政团队 最严重的问题 记得二月份的时候 本席提出 一定要重视疫情发生的时候 它对台湾经济的冲击 我们听到行政团队的回复是 等到疫情过后 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本席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 等待不能够解决问题 轻忽怠惰 事实上是我们台湾前进 台湾安定最大的一个致命伤 我们在这次的疫情的发生的过程当中 我们真的看到我们台湾人民的包容 我们也看到我们台湾人民的团结 口罩为什么到今天到昨天 可以有14片这样的情形 要归功于我们的国家口罩队 国家口罩队怎么来的 其实是我们台湾的工具机 业者他们提出来相关的一个资源 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努力 日以基业的生产才能够达到 但是我要提醒行政团队 在今天 除了口罩之外的医疗的资源 行政团队想到了没有 前两天我看到报纸上面写了 我们捐赠给JC25台的呼吸器 国际的参与是必要的 但是台湾人民优先 这样的概念应该也不能够忘 在这个时间点 其实全球都在抢医疗的资源 台湾对于呼吸器 自己本身并没有生产的产能 试问 在疫情扩充的一个情况之下 人民赖以为生的呼吸器 要从哪里来 意大利已经在发展 几个人同时使用一部的呼吸器 可见呼吸器它的重要性有多高 我们看到美国 不管是通用汽车 不管是Tesla 他们都已经把他们的厂房提出来 希望能够帮美国制造这样呼吸器 很遗憾 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台湾的行政部门 除了谈防疫之外 做了任何对于医疗资源的提前的一个部署 我们在这里 沉重的呼吁我们行政团队 注重我们台湾人民 台湾优先 谢谢李委员 谢谢李委员 接下来请陈以信委员发言 所以李委员 请陈以信委员发言 大家早安 近日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 譚德塞先生批評台灣對他進行人身攻擊 國人同胞對此都感到難以忍受 本席對此也感到非常的遺憾 本席要在此禁告譚德塞先生 您身為國際重要組織的領導人 說話應該要有憑有據 既然要指控台灣政府對您種族歧視 就應該拿出證據來 如果拿得出來 那麼說歧視化的人應該道歉 如果拿不出來 那就請譚德塞先生您自己 對台灣人民道歉 不過本席必須強調 現在全球疫情仍然嚴峻 絕對不是在國際輿論上吵架的時候 如果政府這個時候 把問題全部放在譚德塞的身上 反而會失去焦點對台灣不見得有利 政府應該藉由這一次國際關心台灣的機會 來凸顯出WHO排除台灣所造成的結構性問題 例如台灣早在去年12月31日 就通報WHO新種的肺炎可能會人傳人 但是這麼重要的早期預警訊息 卻因為台灣不是成員 而被WHO所忽略 而反過來說 如果台灣已經是WHO的成員 政府這三個月來所做各種成功的防疫措施 就可以透過WHO的平台 讓更多的國家看見並且學習 而現在全球的疫情可能也不會那麼嚴重 所以本席今天要呼籲譚德塞先生 請提出指控台灣政府的證據來 如果你提得出來 他們應該道歉 如果你提不出來 那麼請你道歉 本席也要呼籲政府 要藉由這一次世界支持台灣的機會 來改變我們在WHO上所訴求的策略 過去我們都是請邦交國來向WHO提案 這一次我們可以考慮改請非邦交國來幫台灣提案 尤其是美國與日本這樣子的重要大國 這一次美國與日本如此的感謝台灣支持台灣 如果他們願意帶頭來提案 邀請台灣參加今年的WHO大會 以及未來加入WHO的組織 那麼一定可以吸引更多的國家來支持台灣 敬請政府 蘇院長能夠認真考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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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委員 接下來請 溫育霞委員發言 尤院長 蘇院長 各位部位所長 各位同仁 大家早 這次的疫情重創前求 所有的大中小企業全都快撐不住了 很多企業一生的奮鬥 都有可能回憶這次的疫情 就連美國破因公司 如果沒有美國政府出手的話 那可能在這次的疫情當中 它也可能出狀況 可見政府紓困對企業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昨天金管會和財政部報告銀行 紓困方案很遺憾了 都沒有提到海外台商一個字 你們所謂的企業不能打 金流不能斷 請問紓困對象包括海外的台商嗎 連蘇院長都知道 海外台商是如此的愛台灣 挺台灣 為何紓困總是忘了台灣 忘了台商 舉例 越南台商會在3月27日 以駐月代表線上會議反映中 曾提到現在目前廠商的訂單 已經全部都被cancel 掉 幾乎沒有訂單可做 工廠停擺 花不出薪水 急需銀行貸款或者減息 但在越南的台資銀行表示 必須由台灣總行下指令 海外台商已經反映很久了 台灣總行下指令 目前為止根本都沒有一點消息 他們可都是大部分響應台灣的政府南向政策的 政府怎麼可以忘記他們呢 請政府考慮適合加快或加速 解決這個方案 其次為了讓人民撕困有感 國民黨主張花現金 但是行政院卻堅持花coupon 真不知道官員是到底怎麼樣的想法 他們了解民間的疾苦嗎 再者 coupon 今天要先消費4000塊才有1000塊的折價 對於經濟弱勢者來說 完全沒有誘因 誰會為了1000塊而去多花4000元 更麻煩的是coupon還要是綁在行動支援 一般的民眾消費根本沒有消費習慣行動支援 周腦年人更不會使用 這樣的設計是便宜了誰 其他國家私困都花現金 為何台灣偏偏要coupon 如果coupon這麼好用的話 那我建議 是不是我們的行政首長還是官員們 你們的薪水拿一部分來花coupon 這樣好不好 多數民意的支持 花現金應該更方便更好用 也是最有感 希望行政院從善如流 以上是本席建議 也請請教官多多考慮 謝謝 謝謝 謝謝溫委員 接下來請楊瓊英委員發言 院會主席 郵院長 行政院 蘇院長所領進的團隊 各位同仁新聞界的朋友 楊瓊英發言 今天我要所說的是救急 紓困 發現金 蔡英文總統發表言論說 coupon是必須在疫情穩定的時候來做發放 刺激消費 本席贊成 但是台灣目前現階段最需要的是救急 就是紓困 因應的全世界所做的方案發現金 因為如果在此刻推動coupon等於是排平跟排落 我們看到MIC製車會所做的一個統計 18歲到65歲 運用行動支付者有六成 但是我相信省部長非常清楚 65歲以上的長者 每五個就有一個人 他也是在用行動支付 如果加上這個數字 等於他是達不到五成的民眾 可以運用這個行動支付 所以我在這邊奉請行政院 在所有的紓困障礙裡頭 請不要美化數字 因為在全世界裡頭 大家為什麼會直接的來發發現金 我們必須要接地氣的接軌全世界 因為在現階段我一再的強調 我們必須要救急 而且要紓困發現金 理由是什麼呢 因為發現金 能夠不受這個使用的限制 不會有重重的門檻 同時才能夠真正的普及全民 做到安家安心 照顧弱勢 刺激消費 直接有效 因為這是非常時期 所以我在這邊還是再一次的強調 總統都已經這麼說了 我們希望行政院能夠重散如流 接軌世界 也就是紓困 救急發現金 才不會導致蔡總統打臉蘇貞昌院長 蔡總統打臉審部長 因為 所以意再地強調 發現金會把它省起來放口袋 我們心想 所有的弱勢的家庭 他們已經連生活都所需都有困難 怎麼會會省起來呢 這是直接針對於刺激內箱最有效的效果 所以本席也在這邊再提供意見 也就是在我們所有公庫銀行裡頭 我們看到所有的房貸 大概一半以上都在私人的這個私的銀行 那我們心想不要造成一國兩制 公庫銀行自己吸收加碼這個降碼 那私立銀行呢 我們既然看到這個數字 一半以上的房貸 都是在私人銀行裡頭 我也在這邊預請行政院財主單位 請看到這個數字 不要導致降息的單位是一國兩制 而且由銀行自己來吸收 也不公平 因為在立法院裡頭 超越權力的支持 紓困的這個金額 所以預請我們行政院 詳實去討論 打第一次的問題 謝謝楊委員 接下來請李德維委員發言 院長 行政院 蘇院長 所有立法院的同仁 以及所有的媒體朋友 本席今天要特別針對防疫的工作 來提供幾點的建議 首先目前台灣防疫工作的成功 主要的原因我們知道是第一我們腳步夠快 第二我們民眾的配合度非常的高 但是我們絕對不能以此致滿 我們必須加緊的部署下一步 目前我們的防疫是運用緊急醫療體系 但本席在這裡也建議 我們的行政部門要建構一個公衛體系 能夠跟我們的疾管署 能夠完全配合的一個公衛體系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 本席給行政部門這樣的建議 其次我想329開始的一個篩查的一個政策 非常的好 但是目前的流程非常的緩慢 平均要等兩到三個鐘頭 本席認為應該可以要求在15分鐘內來完成 另外檢體箱目前也知道嚴重的不足 如何加快這個速度都有待我們行政部門 持續的來加強我們醫療體系的供給 再來我想最近因為口罩引起了許多的風波 其實大家知道口罩本來就是一次性的設計 並不是鼓勵應該來鼓勵他重複使用的 所以在這邊本席也呼籲我們的行政部門 加強的來把這些 因為口罩也是我們的醫療的廢棄物 如何處理這麼龐大的醫療廢棄物 是目前我們行政部門當務之急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我們也希望行政部門要注意 最後本席應該在這邊提出來的是 我們除了口罩的國家隊以外 我們要設立更多的快篩以及疫苗的國家隊 口罩的圓外只是一小部分 要是我們能夠設立快篩以及我們疫苗的國家隊 日後台灣中華民國我們能夠圓外以快篩的製劑 以疫苗來援助其他的國家 相信對於我們中華民國的外交更有幫助 所以在這個部分本席也提出來 希望我們的FDA要主動的出擊 跟我們的廠商來做合作 最後希望政府能夠對於武漢的台胞有所安排 謝謝 謝謝李委員 接下來請林德福委員發言 大會主席 郵院長 行政院的蘇院長 我想此次的這個新冠會員疫情持續的嚴峻 那到4月9號為止累積有380例的確診 那境外移入有326例 那本土的病例有54例 境外移入確診數已經超過本土病例的6倍 那顯見境外移入依舊屬於高風險群 目前整個實施國門管控後 至4月6日以後入境者都沒有達到1000人 等次那醫療量能足以負擔 絕對有人力實施全面的普篩 那為了百分之百有效將疫情 阻絕於境外 那本席要求中央疫情中心 在確保國內這個篩檢量能足夠因應之下 針對所有入境者 這個應該要採取前面的普篩 一旦發現確診是陽性者 立即應該給予隔離 那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並集中檢疫與集中管理 那除了將疫情阻絕於境外 疫能夠補足此次防疫的破口 以確保國人的健康 那我想從昨天開始 口罩3.0版 這個可以說從昨天上路 但是我們發覺上路以後 他的人潮幾乎每個藥區 都是過去的兩倍到三倍 可以說排隊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想蘇貞昌蘇院長 先前有特別提到說 先制救再救人 我想這一點我非常認同 因為最起碼先制救就是 我們國人應該要有充分的 能夠都拿到口罩 因為現在是成人兩週九遍 兒童兩週十遍 但是買口罩的人潮 包括偏鄉 包括台東屏東偏鄉 一樣都在排隊 我想政府應該要去重視 為什麼 這就會造成民怨 因為我們現在口罩 有一些做口罩的外交 那其實應該要我們先把國內公主以後 你再來做口罩外交 我想這一點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但是目前中央疫情中心 你沒有把口罩整個數據 以及它的流向做一個很明確的公佈 我想人民是會有意義的 所以說我們呼籲中央疫情中心應該要公佈 而且讓民眾知道 因為現場有那麼多人 還是天天需要分的以上 謝謝 謝謝林德副委員 登記國事論壇 發言的委員 已經發言完畢 現在 休息